一百零五章 书院有礼 君子持方 一声惨嚎 瞬间穿透见皱的秋雨 向着残破的古寺四周传去 宝树大师看着雨水里的断臂 脸色苍白 带着两道血洞的身体摇摇欲坠 身为玄空寺戒律院的首座 他的佛法高深 坚毅能忍 先前被宁却用坡刀砍断一臂 能忍住 没有发出惨呼 然而此时 他的修为受损严重 更因为君墨的铁剑再断他一臂 等于是毁了他的所有 他再也无法忍了 曲尼玛蒂 正正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忽然惨呼一声 冲到断街旁 把浑身是血的宝树大师 搂在怀里 试图替他止血 七念 面色沉痛 看着向自己走来的君墨 宣了一声佛号 因为太多年没有说话 他的声音有些干涩 而且极不顺畅 二先生行事 实在 他没有办法把这句话说完 因为君墨此时 根本不想听他说话 右手举着那柄宽直的奇特铁剑 向着他的头斩了过去 七念此时脸色苍白 十六年闭口缠破 造就了先前那惊人的木木画面 让他的佛心受到了极大的反噬 再加上先前 宁缺在他身上留下的剑创浮伤 他的实力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损耗 和巅峰时相差了不少 但毕竟是行走世间的佛子 面对着那柄如大山般压顶而至的铁剑 他的脸色没有流露出任何惊恐的神情 而是伸出幼指 在身前画了一个圆 七念的手指微微颤抖 在飘着七寒秋雨的空中不停地画着 一圆进时又是一圆生 大圆腹套小圆生生不息 就如同佛祖身后永世不灭的光圈 君墨的铁剑 指斩 横切 依然走的是方正之道 就如他的人一般 铁剑在秋雨里画出无数个正方形 每一道剑痕的长短浓淡都绝对的相等 手指画出的圆 圆容至极 把铁剑画出的每一个正方形都套在其间 在圆圈里落下的雨水刚刚触到那道气息就被弹飞而去 七念 看着君墨声音微哑说道 天圆地方 你如何能破我 君墨神情默然地说道 既然是人 便要清楚自己站在大地之上 话音落出 只听得扑扑几声脆响 铁剑横切而出 把雨空里的那些佛系 斩得七零八落 方形的铁剑强悍至极地破缘而出 七年的神情骤绫 宣了一声佛号 在身前布下了二十七层佛家气息护照 君子 可欺之以方 君墨轻贺一声 指铁剑连破二十七层佛家气息 鲜血溢出了七年的唇角 他的双手在身前做莲花展开 结出强大的针眼手印 君子 可欺之以方 君墨大喝一声 指铁剑斩破针眼手印 七念扑的一声吐出血来 却依然战意坚毅 唤出不动冥王法身 迎向铁剑 君子 以方七只 君墨怒吓一声 铁剑破鱼而斩 将七念的身外法身 斩成两戒 看着佛子遭受重创 危在旦夕 烂科厚寺里还能从地上爬起来的僧人们 怒吼着向十阶前冲去 试图用他们自己的血肉之躯 救下七年的性命 君墨铁剑离手 痴痴剑笑声中 十余名僧人倒地而死 铁剑在十平秋雨中 画出了四道直线 然后回到了原先的地点 展向七念 七念身上陡然出现了一道笔直的伤口 他的脸色苍白至极 盘莲花座 解莲花印 闭目 动缠念 一念生 一念死 一念白骨生肉 一念不死不灭 君墨根本不理会他在做什么 只是让他的铁剑砍僵过去 瞬息之间 铁剑连斩七十七计 七念动缠念十一循环 他身上的僧衣被尽数斩成碎片 身上的骨肉皮被切出无数道血口 那些血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复原 然而还未复原 便会被铁剑切开 七念动念的速度再快 佛身的恢复速度 却永远不可能比得上铁剑的速度 他这个时候更多的是在苦苦的支撑 而苦苦支撑的同时 他必然要承受更多的痛苦 那种痛苦近乎于凌迟 即便是佛心坚毅如磐石的他 眉宇间也不禁生出痛苦之色 铁剑载至七念的身体重挫 向后急飞 撞在殿内垮塌的佛像之上 一口血喷了出来 君末继续向他走去 此时 耶稣终于掠到了佛殿废墟之前 站在了七念的身前 他看着君末说道 哑巴受伤在先 圣之 义不武 君末说道 此言若有理 你们如何有脸围攻我小师弟 耶稣沉默又道 宁缺和明王之女已死 此事已成定局 而今日烂科寺一毁 僧人死霜无数 难道书院还要灭佛不成 君末面无表情地说道 佛宗 佛宗欺我书院 这个突驴骗我师兄 虚情伪善到了极点 似这等破烂法门 自然要从世间抹去才是 今日没有人想杀宁雀 不然七念也不会等着佛光将士 诸灭明王之女 我想道门两宗已经表明了对书院足够的尊敬 而佛宗为此付出的代价已经足够了 杀死桑桑 难道以为不用付出代价 道门在此事中扮演的角色 我暂且不理 你也莫要逼我书院 现在就与道门开战 七念躺在碎裂的佛像脚下 身上全是伤口 看着惨不忍睹 但他的神情依然平静 声音依然坚定 明王的女儿 必须死 君墨看着他说道 桑桑不曾犯错 为何要为今后可能发生的事情 便提前付出代价 明王的女儿若是原罪 那世间诸多银僧的后人 岂不是都该被杀 唐绿不曾有此利 古礼不曾有此意 所以你们今日之行 无礼 秋雨里一片安静 场间的众人都知道书院二先生有怎样的性情 并不意外会听到这样的话 但没有人真的认为此人是在讲理 因为这道理很没有道理 只不过看着那柄握在他手中宽直的铁键 没有人愿意与他说理 谁都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站出来反驳书院二先生的居然是陆尘家 这位越伦国的公主 虽然以花痴闻名世间 但在书院君墨以及各宗天下行走面前 无论是身份还是实力都不值一提 然而正所谓无知者无畏 无惧者亦无畏 他早已心丧若死 所以先前他才敢对桑桑出手 这时才敢说话 陆尘家缓缓站起身来 擦掉脸上的雨水 看着君墨说道 甘请教二先生 若一切皆依唐绿古里而行 你的铁键 今日为何会杀死这么多人 唐绿有言 杀人者死 然而现在谁都不知道 宁缺和冥王之女究竟死了没有 既然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死亡 兰科寺里自然没有杀人者 君墨沉默片刻后说道 此言有理 曲尼玛蒂抱着宝树大师 看着他惨白的脸颊老泪纵横 忽然抬起头来 看着君墨悲愤地骂道 你们疏远 永远自以为站着道理 其实从可好然那个天上的疯子开始 你们何时讲过道理 你看看手作现在 是多么的痛苦 听着这老妇人 语设小师叔而极不恭顺 君墨的双眉 微微挑起 看着拦在七年身前的耶稣 握着铁剑的右手忽然再紧 耶稣神情骤领 曲尼玛蒂怀里的宝树大师 忽然睁开双眼 似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 然后他的眼中 亮起了一道笔直的光线 就此死去 曲尼玛蒂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正正地看着怀里的老僧 玄空寺戒律院的首座 就此毙命 七年震惊无比 豁然抬头 愤怒地望向君墨 陆陈家本以为自己用言语 逼住了这位性情方正的 疏远二先生 哪里想到 紧接着便会发生这样的惨剧 脸色苍白 喃喃问道 这是 为什么 君墨说道 桑桑无罪 屠驴诛心 鼓里曾言 诛心者死 秋雨里 响起了曲尼玛蒂绝望的哭声 烂科寺 这座世间最古老的佛寺 今天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石阶损毁 院墙青塔 佛殿破裂 而后殿更是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佛殿之间的石屏上 躺着很多具尸体 血水混着雨水 在青石板上沉默地流淌着 看着极为凄惨 烂科寺里的僧人死伤无数 数代机运的佛门清华 便在这一意之中 被一把铁剑杀得损失殆尽 数十年前 还是西陵神殿裁决大神官的连生 暗中指挥魔宗的强者 在烂科寺前血洗无数修行宗派 对烂科寺内却没有怎么攻击 数十年后 又有一幕悲剧发生在了烂科寺 只不过这一次 承受惨痛结果的 是烂科寺本身 自今日起 烂科寺再难保有 如今在修行界里的地位 今天 已经死了太多人 西山大师看着倒卧在秋雨里的僧人尸体 看着那些血迹 苍老的面容里 看不出是悲还是喜 声音里也听不出什么情绪 他望向君墨 艰难的一笑说道 虽然棋盘已毁 但我也不能确定 宁缺和冥王之女究竟是生还是死 君墨呀 你先收手吧 君墨沉默不语 他想杀死七年 无论是耶稣还是一直沉默的堂 都不能阻止他的出手 因为这是书院的道理 但说话的是 祁山大师 他必须慎重 因为他知道 大师并不是佛宗里那些虚伪的僧人 他必须慎重 他必须慎重